想到爬山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很累 而且又很花体力 不过你知道吗 号称小百岳的新北渊山 可以让你不用流汗就能够攻顶 而且还能俯瞰大台北的美景 今天的主播出任务呢 体育主播特别就请到了知名的百岳登山家雪阳 要带我们去爬渊山 而且下山之后还会带你去吃不会胖的豆腐餐 来补充满满的蛋白质 你有想过可以轻轻送风毫不费力 就从高空俯瞰大台北美景吗 如果你是登山新手的话 今天看这一集主播出任务者没错 要带你去找登山界的新年网红 希望早安 今天登山达人要带我们去爬山达渊山 整个台北盆栗南园像微笑一样的那个 山序对 非常多 像微笑一样 其实这里很原石耶 嗯 就比较 换爬一点 树枝有这样原先出来 快到了快到了 已到 哇塞 很美耶 大家看今天时间还是早上 今天天气超好 这个太胖好像过不去耶 你看 可能要撑高一点 这个如果太胖 所以还是要运动 天哪 这里也太美了吧 对 这里看过去就是大台北地区 对 那个比较近的是土城 土城 然后板桥 然后一直到就是新庄 你要往这边看 这有一个白的 哦 真的有飞机耶 有一种星辰开阔的感觉 三 二 一 第一次体验上班时间 从海拔300公尺山顶 不看北二高的上班车流 就在这时还有小惊喜现身 这个是立文石笼子 它那个蓝色尾巴是它最招牌的特征 沿路听着雪阳诉说山的故事 在秋高气爽的冤山感受身心舒畅 今天真的走一个健康行程 刚刚很健康排完山 现在要来吃纯天然的豆腐霜麒麟 真的就是把豆浆乳化 然后在口感里面 比较爆开的感觉 很好吃 黑豆跟黄豆的配料 好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帮它淋上一点 比较生糖浆 再加一点 是 让它更浓郁 然后再撒上我们的比较生茶粉 好 那这碗比较生豆腐冰就完成了 好 接着我们要来试试这 壁罗春豆腐冰 大家知道其实壁罗春茶呢 三峡就是主要的产区 这里有多达88公顷的茶园 都在种这壁罗春茶 豆子香 代加炒香 有一种再大自然的感觉 补充满满蛋白质 今天这道三峡特色餐 真的是太适合刚爬完生 今天来到三峡 一开始先对大家从高空居高临下 再回到老街 带你感受这天然的美味 期待下一回在这里与你相会 无动药菜停与在新北施法模特